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16章的总复习题 part1的部分 第一题求下列圆的方程式 圆形如果是在1-1的话 半径为3 所以我们直接丢进去那个 标准是x解1的平方 加上y加 哎呀呀呀呀呀呀 这个是加 哎 不过好像也是对我 这个你写到加就可以了 所以应该是x解1的平方 加上y加1的平方 等于3的平方9 OK 减2x 加2y 没问题 这个是1加1 再减9 1加1是2 2减9是等于负7 所以答案是对的 你的一般是写对了 你要标准是这边 有少许的瑕疵 第二题 圆形在2-3半径为7 所以大家 你为什么会被 这么两边都放x啊 前面是x后面是y Izac要注意了 前面应该是x-2的平方 加上y加3的平方 7749 如果换成一般是 我们是x平方加y平方 减2个前程后4x 2个前程后6y 这个是224 这个是339 3 9加4等于13 然后呢 把49拉过来 变减了 最后呢 是减36 所以是减36 等于0 OK 加4加9 减49 这样子 第二题 求圆形在 圆形在圆点 圆点是00 圆形在圆点00 然后呢 过点2-1的圆方程式 所以圆点到2-1的这个点呢 就会是他半径 所以我们先算半径 2-0的平方 加上-1-0的平方 就会得到22 224 加1的平方 是1 4加1是等于5 所以这个半径 应该是根号5 还没完 我们要圆的方程式 我们知道 圆形在圆点 就是x平方加y平方 然后那个减0减0 就不用写了 所以最后呢 是根号5的平方 就会等于5 你要把它变成一般4的话呢 就拉过去左边 x平方加y平方 减5等于0 就是答案的 OK 很容易的 第三题 求圆形在2-3 过点-5-6的圆形 的圆方程式 所以我们看半径 半径啊 就是这两个点的距离公式 -5-2的平方 6-3的平方 7 3 没有特别 3的平方 9 7的平方 49 49加9 等于58 58 你也不用去猜了 因为你最后呢 是取平方 直接等于58的 所以x-2的平方 加y-3的平方 等于根号58的平方 x平方加y平方 减4 x-6y 224 339 加起来等于13 13-58 OK 13-58 就会得到 -45 所以最后呢 再等于 呃 减45 等于0 啊 就是这样 alright 好 第四题 求以 点2-5 与8-1的连线为直径 的圆方程式 那我们知道这两个既然是直径 我们就找它的距离 再除以2就会等于半径了 对 8-2的平方 加上-1加5的平方 8-2是6 6的平方 6636 5-1等于4 4-4 16 两个相加等于52 52除以4等于13 所以它是2根号13 除以2呢 越调就会等于半径为根号13 原形在哪里 原形在8和2的终点 8加2等于10 对不对 10除以2等于5 所以原形你好像还没写 原形是2加8除以2 -5-1除以2 所以8加2是10 10除以2呢 是等于5 对 原形在5 -5-1等于-6 -6除以2呢 等于-3 所以你的这两个呢 好像不是很对哦 所以它应该是x-5的平方 Isaac你要注意哈 你一个x 另外一个应该是 要是y的哈 所以应该是x-5的平方 加上y加3的平方 等于根号13的平方 展开 x平方加y平方 减10x加6y加6y这个是25这个3399加25等于34再减1334-13等于21加上21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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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这样 OK 所以你的这个点啊我知道了啦你用了这个点啊不对啊 那这个只是其中一个点你必须要用这两个点的终点啊没有选没有撞到终点还有这个啊每次两个你都用x的啊 第五题 第五题 求下列各圆的圆形和半径啊所以如果你熟练一般是-6除以-2 -6除以-2等于3 14除以-2等于-7 原形在3-7 过后呢3的平方 哦不是g的平方 这个应该是2g等于6啊 2g 好像是-2g等于6 对不对在那里的我想下啊 我是怎样是哦 好 好像是2g等于6啊 2g等于6 2f等于-4 如果你放一个-的话 如果你没有放你没有换那个正负符号的话呢 它就是-2g等于-6 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呢少许的错误啦 应该是3的平方加7的平方 然后呢再减去50 OK 三三 三三九 七七四十九 四十九减五十 七七四十九减五十等于负义 所以三三九九减义是等于八 所以它应该是根号八 也是二根号二 所以这个位置应该是算 这两个数字带错了 所以它半径呢 第几啊 五A半径应该是二根号二 OK 圆形算对了 三四七 好嘞 那这里五除以负二 等于负二分之五对 负二除以负二等于正义 这个应该是逗号来的 正义也对 过后呢 二分之五的平方加一的平方 这个要平方 然后呢再减一 所以这个是加一减一 去掉 平方根号去掉 所以你的半径呢 是二分之五 OK 要记得要有平方 负一去平方得到正 再来C 看到X平方的係数是三吗 直接第一步呢 除以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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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除以三 OK 负二除以负二 二除以负二 就会等于负一 圆形在负一 圆形在负一 负四除以负二 圆形在二 OK 圆形算对了 你没算半径 半径是等于 负一的平方 我也不管它正负 一般上正负不用管它 因为加平方的都会是正的 然后呢 二的平方 再减去三分之一 再开根号 二二四四加一五 OK 五减三分之一 我们换成带分数 五分之 甲分数五分之十五 减一五分之十四 三分之十四 开根号 有理划分五 乘三 四三十二 三一三 四十二 三分之更换四十二 后面是给这个答案 OK 按下没有写到 没有算到半径 第五题 第一 第一个步骤 除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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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除以四 为什么七分之一 四分之七才对吧 除以四 不是除以七 即使除以七 也是等于一 为什么等于七分之一 OK 所以这个是弄错了一点 然后 然后你在干嘛 你在干嘛 你在做 你在做配方法 如果做配方法 是要减三的一半的平方 不是加三 对 不是加三 所以当然我们不做这个推方法了 我们直接的从这边看 原心 负三 除以负二 就会得到二分之三 四 除以负二 就会等于负二 所以原心就找到了 二分之三 负二 然后呢 半径呢 半径呢 是二分之三的平方 加上二的平方 再减区 减区负的 所以是加上四分之七 然后呢 再开根号 OK 这一边 好像有点 小复杂 我们直接按计算机 来帮忙一下 三三九 除以二二四 然后九除以四 加二二四 也是加四 再加上七 over四 OK 算出来八哦 八的话呢 一开根号 二根号二 收工 OK OK 好 所以这里有点弯 所以这里按下 计算机得到八 八开根号 二根号二 就可以了 第六题 还记得这一题吗 这个点经过三 圆经过三个点 要决定一个 三点定义圆 除非它有特别的情况 如果特别情况 你就点出来 你大概可以看出来 就这边的话呢 不然的话呢 我们就先是一般是 再带进去 再解方程 就会得到F G跟C 答案就出来了 我看一下你的答案 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我们就skip OK X平方加Y平方加 4X-4Y-2等于0 正确 很好 大概是这样 OK 反正就带点进去 带点进去 解方程 解了出来 再带回进去 就可以了 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skip 如果答案不对的话呢 我们就再看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一题 二一 二负三 我看到有 他有这种二二的情况 感觉上他好像 有特别的东西 OK 不管了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3-0 然后呢 找出了G 你还要带回进去 我们看一下带回进去 有没有问题 X平方加Y平方 G带这个的话 就会得到 五分之九二十八X 加上 哦 F是什么 负十分之十七 所以越掉二的话呢 应该就是负五分之十七了 Y 再减去 五分之四十四 第六题B 答案正确吗 不正确 不正确 没办法了 我又再要看 再要重看了 到底哪里错 OK 我们先看一下 二代进去 二二四 一代进去 一 二代进去 二二四局 一代进去 一代进去 是二F 再加C 四加一 五拿过去对面 这是第一个方程 OK 二二四 这个应该是加的 因为你负四取平方 负也要平方 因为负平方就会得到正的 所以这里是二十 拉过去应该是负二十 所以应该是这一边弄错了 OK 这个是二二四 这个负四乘二 给负八 然后呢 再加C 这个应该也是这边弄错了 三三九 哎 负四六 负三三三九 OK 五二十五 九加二十五 等于三十四 这个答案应该是负三十四 过后呢 应该是按计算机 我们再按一下 啊 所以它的解释是多少 好 equation 3 unknown 3 unknown 4 2 1 负五 OK 4 负八 1 负二十 还有 3二六 六是对的 六是对的 但是三三九 这个前面是九 后面这个六是对的 OK 六 负十 一 负三十四 是我们的F啊 F是多少 呃 不不不 这个是G G是负二分之十一啊 G是负二分之十一 OK 再看下一个 二分之三 呃 二分之三 再下一个 四十四 OK 再丢回进去 我们就会有X平方加Y平方 减二跟二月掉 十一X 二跟二月掉 加三Y 再放这个加十四 等于零 这个就是他答案 OK 可以啊 大概是这样啊 加铭做到要死 是因为他做这个三元 哎 他把整个三元的那个解法全部写出来 我们按计算机基本上啊 不需要太行 OK 大概是这样啊 偷来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期很多零耶 对吧 这期好多零啊 如果如果把零 单单把零带进去 稍等一下啊 这个应该不是5F吧 我们是应该一般上是放2吧 放回2 我们带零零进去 我们就会得到C是等于零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带零A进去 这边应该有A平方 然后呢 2 2FA 再加C 等于零 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们C等于零 我们这个不看 还有2FA 然后呢 有B平方 B平方 加2 2G 2GB 但是啊 你让我想一下啊 因为A是一个常数 我们一般上呢 就会得到什么呢 那个A平方拉过去 所以这个应该是 负A平方 然后呢 它可以约掉一个2 然后呢 它还可以把那个 把那个 2给拉过去 所以 F是等于负2分之A 同理可得 这个是负B平方 然后呢 这个B又可以约掉一个 这个G呢 就会等于负2分之B了 所以如果 我们也不用解方程 这个就得理得到了 我们再带回进去这里 原始的方程 我们就会有 X平方加Y平方 呃 呃 呃 这个是 负2B 带进去 2月掉 所以是负BX 减AY 呃 这样子的 加CC是等于零 所以就会等于零 所以最后是得到这样 OK 蛮简单的 这题 因为它很多零的关系 蛮简单的 第七题 好 再来看第七题 元 X平方加Y平方 减8X加10 Y加C 1.10 半斤为9 请问C是多少 我们知道原型在哪里 原型在4-5这一边 然后呢 半斤就会是9 半斤是9 半斤怎样找 4的平方加5的平方 再减C 跟开根号 对吧 所以99 81 44 16 16 55 25 16加25 等于41 拉过去减 等于40 40等于负C C就会等于负40 答案出来了 非常好 第八题 一字 二元 两元 的原型距是多少 什么是原型距 就是原型的距离 所以我们只需要看这个的原型 我们叫C1 C1在2 sorry啊 -2除以-2等于1 -4除以-2等于2 这个是原型在12 这个原型C2呢 是-8除以-2呢 得到4 -12除以-2呢 就会等于6 所以这两个原型的距离呢 就是4-1的平方 加上6-2的平方 就会得到3的平方 加上4的平方 再开根号 这几等于平 收工 这样吗 很简单 再来看第九题 以原型一复一为原型 与直线相切的原方程4 4 就没有4 4 反正就是原方程4 4 多少了 4因为有两层吗 没有 奇怪 真的是写了两次吗 OK 所以我们先找一下 先找半径 对吧 先找半径 8 5 然后X带1 这个不是减的吗 非常初心 这个是减的 12 再放负义 负负得证 最后是得到加12 再加9 5的平方 加12的平方 再开根号 等于13 所以5加12 等于17 17再加9 等于26 26除以3 就会等于2 所以它半径为2 半径为2 原心有了 半径有了 你的标准是 是X减1的平方 加上Y加1的平方 等于2的平方 展开前平方 减去2X 加1 再加上Y平方 加2Y 再加1 等于224 所以我们是有X平方 加Y平方 减2X 加2Y 减2 等于0 说吧 就这样 第十题 经 圆 过1 负1 还有1 1 这两个特别 特别在哪里 特别在于 它在同一个 数值的 那个情况 所以如果你稍微的画一下那个点 它在1-1 和1-1 经过这两个点 如果经过这两个点 然后我们看到这两个点的 中垂线就是X轴 也就是说 圆星 在X轴上 在X轴上 所以圆星呢 你可以设圆星为说什么了 圆星为A0 我们不用A 我们一般上用H 对不对 它用HK 因为在X轴上 所以K等于0 好 然后呢 因为它与直线 直线X减2等于0相切 X减2等于0 就是X以2 也就是说 它在这一个 它跟这一条线相切 我又经过这两个点 又跟这个线相切 应该就只有这个情况了吧 对 半径为E 圆星在E0 对不对 所以这一边 你稍微的可以 或者我们 just in case 我们just in case 它的这个 它 H0 跟X等于2 的距离 要怎样找 应该是2-H吧 而且它应该是要 在左边 才可以跟这两个点 所以这个是它的半径 对 这是它半径 半径又同时是多少呢 同时 同时是 同时是 H 减1的平方 加上0 加1的平方 所以这边 如果我展开的话呢 前平方 减去两个前程后 加上后平方 然后这一个呢 是H平方 减2H 加1再加1 所以是加2 这边去掉 这个拉过去2H 这个拉过来是等于2 所以H是等于1 所以当然我刚才就已经判断出来 它半径是1 2-1是等于1 所以它这个半径是1没有错 然后呢 圆形在地0 所以刚才我们没有用计算的方法 我们是直接用直观的一个判断方式 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设那个圆的方程 X-1的平方 加Y的平方 等于1的平方 展开 前平方 加Y平方 减2X 这个加1 这里减1 去掉得到0 所以呢 圆方程式是这样 X平方 加Y平方 减2X等于1 Alright OK 就这样子了